歡迎收看 WTO姐妹會 我跟你講 男生朋友看女生的第一眼 先看什麼部位 有些男生特別多 喜歡看女生的腿的部分 是 第一眼嗎 我看女人的眼睛 是嗎 第二眼以後只在腿上面 因為她眼睛沒有在看我的話 我就會看腿了 所以眼睛還要現場 對 而且你站的時候 你知道後面那兩個是說 那個模特兒是誰 馬修說她看到眼紅心跳 她心跳一直跳 我再想讓大家看一下 嚇死人了 請坐 馬修你剛剛身上還好 皮膚顏色還正常 我現在真的一跳 那很像 其實我不敢看下半身 真的啊 什麼 我不用看下半身不敢看 另外一位呢 是專業的飲食了 歡迎我們高醫師 高醫師好 今天要從不同的角度來告訴大家 什麼是美腿 怎麼樣保養美腿 不過呢 我們要先來瞭解一下 因為最近很流行的 就是人漂不漂亮 看腳也看得出來 什麼 腳趾頭 對 腳趾頭 這種叫做 埃及腳 埃及腳 這是埃及腳 這是順的 那這個呢 叫 我第三個 叫希臘腳 這個指頭比較尖一點 是尖尖的 希臘腳 希臘腳 那這種腳叫羅馬腳 這中間這三個 這前面這三個 最左邊中間這三個 這是最基本款 OK 所以所有人的腳 不會離開這三種 大部分的美女呢 都是希臘腳 我真的希臘腳啊 是啦 真的嗎 可是我不這樣等耶 因為我第一個耶 我很美啊 也對 也對 對 那我告訴你為什麼好不好 好 人類分出來的時候 最早的腳型 是這種腳 人類最早腳 然後才是這一種 希臘腳 對 那這個是最後面的腳 所以德國人很多是這種腳 所以德國人很多是這種腳 是喔 小鞍應該也是這種腳 你不承認嗎 哪不是嗎 哪不是最漂亮的 哪是第三個 真的 我是第一個 你是第一個 我是第三個 我是第三個 你是第三個 因為你說那個最漂亮 我就跟他講 對 真的耶 你要看嗎 好 我看一下 是耶 是耶 是 他的食指超長的 不是 他是 沒有 第二個 沒有 第一個 第一個 是鞋的 他第一個 其實你大概是第一個 是正確的 因為印度的人 大部分都是這種腳型 對 對 因為是最早出現的人類的人種 沒錯 他們出現這種 還有阿拉伯人 而且像這一種 是混血混最多的 總是第三種 我們現在講這個腳型 這一兩年來 大家很在意的 女生買鞋子很在意的 可是其實呢 從以前到現在最在意的是 這個腿長腿型 是 美不美 所以大家心目中覺得 哪一國人的腿是最好看的 來 讓我們看一下 妳心目中的答案 日本 韓國 健康的腿 非洲 然後名單那邊是寫 台灣 美國 俄羅斯 美國 台灣 有兩個台灣 那我要先問一下小安 妳寫非洲 因為他們的比例 就是他們的比例很特別 跟亞洲還有跟白人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腿就是特別長 而且特別特別緊 然後 緊 結實 結實 就是別人鬆垮的那一種 然後他們的肌肉的線條 都很美很漂亮 然後我想要介紹一個美女 她是黑珍珠 然後我們可以摸 她是超摸 在世界上是最棒的模特兒 因為她腿其實肌肉好大塊 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很健康 很性感 是 對 然後這個也是很長 非常非常長 太長了 她的比例 她的山本身比較短 然後這邊的山本身比較長 小平妳也認同 對 我是覺得 妳覺得俄羅斯 對 美國 因為俄羅斯那腿是全世界公認 是最美的 因為她的身材比例非常的好 對 那我個人認為是那個 如果是明星的話 哪一個明星腿最好 是美國的瑪莉亞凱莉 真的啊 因為我覺得她的腿 是 真的是很美 對 因為她被評為 就是那個 激烈的美腿女神 而且她為自己的腿投保 十億美金的保險 我覺得她是全世界最貴的腿 一定是最美 而且看起來很美 因為我覺得美腿 不一定就是又細又長就美 一定要是有肉 看起來很性的 就不要 對 不要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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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妳講說 妳心目中認為 平均起來 國人腿最美的是俄羅斯 當然喔 我很想要看看小安的腿 對 小安的腿也很漂亮 可以嗎 我們來走一下 來 妳正在正中央 好慘喔 來 往前面走 這種鳥類來講 牠就是排路 或是那個洪赫之類的 真的耶 小安這腿好細喔 我可以這樣嗎 可以啊 來 小安 我們先請坐 謝謝 這我覺得牠腿有點太瘦 肉太少 是啊 妳不喜歡中間縫太大的 對 我覺得那樣的 中間縫太大不好 我覺得那樣的 那是手指頭啦 手指頭 不一樣啦 妳就是不喜歡有縫 對 要像我這樣才比較好 天啊 那妳正想我們看一下 好嗎 全身 全身只有腿而已啊 OK 別這麼說 很美很美很美 趕快坐下來 不得了 不得了 好 那我問一下 Jessica 是 韓國人的腿漂亮啊 對 我是覺得韓國人的腿漂亮 就是韓國的 我帶來幾個韓國明星們的照片 對 他們的腿都很美 這張很美耶 真的好美 什麼啊 這最漂亮 那是誰啊 這是誰 妳講一下人名嗎 黑色短褲那一個 校尼時代 裡面的明星 那給你們看的那個照片 裡面的明星們 都是在韓國上過 明星的美腿排行榜 然後 而且韓國 除了全身比例之外 還有那個 那個黃金比例就是 大腿 小腿 對 和那個腳腕 腳腕的比例就是 五比二比 五比三比二 對 然後剛剛那個 你們說的最漂亮的那個 Tiffani 她就是 她的腿剛剛好 五十比三十比二十 對 所以她 她向大家證明了 她的美腿 對 真的 但是不常遇到啦 對 所以妳在韓國首爾 都看不到 還是在電視才看得到 我反而跟你非常不認同耶 因為我去韓國的經驗就是 大街上 街上 都是漏美腿的女生 是嗎 不管是年齡小 年齡大 都是漏美腿的 所以八十歲的漏腿 年齡大 漏腿 漏腿可是要是比例 漂亮 對 所以比例的話 我們就要問一下高醫師 有沒有一個什麼一定的數字 才能夠評斷說這是美腿 對 其實那個黃金比例 就是有一個數字是1.618 對 這是很神奇的數字 是 所以可以去找醫生解構一下 看自己是不是符合 而且等一下 他們也會把他們的這個 黃金比例的密碼 所以大家會幫妳教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金金 妳認為是哪一個國家的 最漂亮的 我覺得她是推薦我們日本人 她 她是超級名模了 對 她也是代表日本的一個名模 也是現在她的身分地位 也是代表亞洲的一個 四界級的名模 其實坦白是講 日本人的腿並沒有說很修長 那她並不是混血兒 她是純日本人 對 那她國中的時候就 身高就長到1米175 所以當下她對她的身高 是非常沒有自信的 那變成是她的自卑 不過她把她的自卑 轉變成她的自信 對 現在就是在國際舞台上發光 她很厲害 所以就是說她的故事 也是給了我們很多一些鼓勵 只要就是相信自己的夢想 當初她覺得她的腿長 她的身高的長度 是一個缺點 不過現在是她的一個 可以代表我們亞洲的一個 名模的一個角色 是 所以是讓我們值得非常值得驕傲 講到腿的比例好 我覺得台灣 台灣的腿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應該說比例來講 不要說光男一些明星來講 因為一般你看到台灣的腿 就是很白 細細 就是她的比例剛剛好 年輕人她都穿就是 帆布鞋 懶人鞋 或者是假腳拖 就是穿短褲 就這樣子出門 可是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漂亮 還有台灣的一個是我的偶像 我覺得她的腿非常漂亮 姐姐 姐姐 對 一拿出來大家都點頭 真的 我覺得她的腿 就是很吸引人 就是一看就覺得 她的腿很漂亮這樣子 對 我就覺得台灣人的腿 還滿不錯 我讀台灣不是很久嗎 我每次坐捷音或是公廁 我都很喜歡看女生的腿 如果穿短褲的 一上腦我就一直盯著看 一上腦 妳要不要盯著看 妳要盯著看 妳要盯著看 慢慢我想形象他們的腿 我覺得他們的腿 真的很漂亮 但是他們的比例那些 我都覺得就很好 可是長腿還有一個垂點 找不到長褲 真的 我女兒都還要上面結一塊 就是不要的褲子 我就交給人家上面結 要不然就 也不像七分 也不像八分 就是長褲要買一買 就當九分褲 或是七分褲 對 也有困擾 可是台灣的話 我最喜歡看那個 麻蕨的腿 麻蕨腿有名的 三十幾年都不變 我覺得她的腿真的很漂亮 真的 那問一下阿芷琴 她認為 妳也認為台灣的女孩子的腿漂亮 那個美角的時候我非常地研究 我以前在考審的時候 我常常看到就是 台灣人很喜歡穿那個 熱褲嗎 很短的褲子 這個已經是內褲 這個已經不行了 這是內褲 這是內褲 對 因為我 為什麼我確定要住在台灣 就是我看到 台灣的女孩子 太漂亮了 我不曉得回去日本 回去日本看不到 真的很少看到 而且台灣人很喜歡 就很短的褲子 熱褲子 對 真的很漂亮 那比例來說 日本人的話真的是 真的我不想回去的那種感覺 對 我接著包有同胞 真的 我猜一下 真的不好意思 晶晶在瞪妳 妳有看到嗎 她是想要免費欣賞美腿 所以她想要留在台灣 對不對 我也是常看到台灣女生的 真的很漂亮的 美腿加 屁屁屁屁屁屁 真的很常見 而且當然的女生身高 也沒有很高 所以我覺得身高高 就是看起來就是很漂亮 可是台灣的女生是 身高沒有很高 可是還是一樣 是那個看起來很漂亮 真的是年紀大的人也是啊 有時候就從後面看 年紀大的你也看 台灣的那個年紀大的 大概五十歲五十歲的人 還是一樣 希望就裝很短的褲子 對不對 然後就從後面看 她的腳很漂亮 我很想看她的臉 看一下 剛才我們講到這個黃金比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也再試一下 有試算過 來 把你們的數字拿出來 來 黃金比例 這個數字呢是 1.618 1.618 最主要呢 是從達文西的 維特魯威人出來的 誰是最接近的 小平 小平最接近的耶 你怎麼算啦 你怎麼算1.718 沒有 可是妳要知道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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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 妳知道 因為她這樣看不到 她的腿長在哪裡 我跟妳講 妳要穿一下看就對了 妳要在這邊開始 說不定她算錯 妳要在這裡她還算錯 真的 真的 真的耶 克文凡哥 我跟你講 真的 她腰很 她那個腿很長耶 很高 我腰就很低耶 妳看 妳看 她跟小安的比例 是一模一樣的 1.7多 妳跟妳講 妳都1.7 又緊叫 然後起來 妳一直站在那邊錄了 我不想坐 不是 因為她住下來就覺得 不是 妳比較短嘛 比較短 因為來分身高 對 素質越高其實是代表腿越長 對 妳是腿長的 素質越高代表腿越小 真的 就是那個素質越小的話 它除出來因為腿長長 它就會 數字就會變小 妳還是看到腿嗎 沒有 我跟你這個算是 她跟你說對不起 鄭重的跟你道歉 其實不僅僅是身高除以腿長 其實 即使是一個腿 其實都可以看到說說 這個上面的比例跟下面的比例 其實也是1.6比1這樣 是喔 其實人臉也是 人臉的話我們的長跟寬 其實是1.618比上1 而且我之前看到 好像Discovery有個節目 他就說 因為1.618的這個數字啊 所以你只要一看到 這張臉 會覺得最舒服 就像瓜子 我們中國就說 瓜子臉 瓜子臉 他就覺得這是最好看 最舒服的臉這樣子 而且你看喔 不管任何的人種 從印度人 從這個非洲人 一直到北歐人 其實你看喔 腿的比例跟身體的比例都一樣 其實基本上我腿跟身體的比例 差不多 OK 差不多 可是重點差在哪裡呢 就是這樣 差在我們的祖先 對 差在我們的祖先 人類從這裡出發 這裡有很多數字喔 什麼L5啊 L4啊 對不對 基本上 只要是這一隻紅色分出去的 都是屬於腿短的 什麼 我看一下 什麼 什麼 台灣也是 對對 對台灣 你應該要講台灣是腿短的 是 為什麼在中緯度的地方 你知道為什麼 無論是非洲人還是北歐人 歐洲人 對不對 其實身體比例 身體跟腳的比例是一樣 對 可是為什麼人家看起來 手長腳長 是因為他們在高緯度的地方 沒有陽光 沒有陽光 你身體會伸長 是喔 去接受陽光 這個其實經過好幾百萬年的變 而且還包括古代的人 你看你冬天很冷的時候 你就往內縮嘛 是 熱的時候你會張開來嘛 對不對 所以越冷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往內說是要增加表面積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再撐開來 另外一個就是手腳伸開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人 只要是綠色的人 腳都是長的 天啊 所以八弟 你們是這隻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腳是長 好酷喔 你注意看喔 你們也是 東北也是 看到沒有 綠色的 然後日本看到沒有 紅色的 耶 日本看到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基本上 就是屬於五官 我們屬於身體跟腳 就是屬於短的 OK 氣候還有跟人種都有關係 這邊還有一個最特別 是在這一隻 有沒有藍色的 就是 上半身比腿還要長 就是很 六指 很長 腿很短 真是 全世界 反正也只有這一些 包括了澳洲的原住民 人太平洋 馬達 加斯加仁 其實這一批人是馬來人 毛利人啊那些 馬來西亞人 馬來人 馬來人 更早的馬來人 他們上半身比較長 腿比較短 哇塞 是從那裡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你看喔 我們現場啊 八個國家的人 就有八種不一樣的腿型 他們自己國家的腿型 又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來小安 你們國家的腿 什麼特色 俄羅斯 我覺得俄羅斯的人 對 就是特別細 然後特別有線條 像這個是很有名的超級模特兒 俄羅斯的 所以對啊 我們就是 大部分的女生的模特兒 所以都是這樣子 很漂亮 然後有線條 這也是她 有... 然後在俄羅斯 我們大部分的女生 都會穿高跟鞋 所以男生的 像我朋友 所以男生啊 這是不要考慮 反正是冰淇淋 對... 然後最近有一個足球明星 西羅 他的女朋友也是草莫 俄羅斯的草莫 好漂亮 我現在我自己當模特兒的經理 所以我們有很多 大部分的模特兒 都是從俄羅斯來的 然後他們的腿都是很漂亮的 像這個是我們的模特兒 這是你們的模特兒 好漂亮 天啊 好長 哇 好漂亮喔 照片我沒法相信 會怎樣的有點修過照片 是喔 如果那個照片給人家修 也會變超漂亮的 好... 真的 真的 這是個外根 不要氣 我剛剛已經說過對不起 不要氣了 我們來看最後一張照片是 哇 這也好可愛 然後我想說在亞洲 你們就是比較喜歡有肉的腿 然後很紫 對 你們就比較喜歡可愛的感覺 是啊 但是在歐洲的模特兒 他們喜歡比較瘦 然後比較有線條 比較有肌肉的感覺 就是像剛剛那個草莫 肌肉 所以我覺得胃口不一樣 我們的腿是比較長沒錯 可是我們 因為我們可能是走很多路 所以我們的腿多少會有一點 然後再次例 其實蘿蔔腿是漂亮的 因為男生很喜歡看女生有肌肉 我小時候超瘦 我年輕的時候都沒有人離婚 因為我很瘦 然後那個姊姊有蘿蔔腿很漂亮 我說姊姊我好喜歡妳的蘿蔔腿 因為她很多男朋友 我都沒有男朋友 然後我說姊姊... 然後我就跟姊姊說 我要怎麼樣在那邊蘿蔔腿 姊姊說妳要多擠腳踏 然後姊姊還教我做一種運動 就是站著然後半蹲 我蹲得好辛苦... 很不容易就變一點蘿蔔腿 然後後來認識老公 然後叫他台灣 我就很後悔 因為台灣不喜歡蘿蔔腿 對 她就活不去了對不對 活不去了 菁菁呢 今天上次也有點委屈了 對不對 這一集好像在欺負我的感覺 沒有啦 我跟妳在一起 妳為什麼坐在這裡啊 沒有 我跟妳同一國的好了 像我的話在家裡 我嫌成她叫我 為什麼叫姊姊姊 然後這個時候小朋友講話呢 爸爸 妳太過分了喔 媽媽是肉感美 妳竟然講恐龍 妳知道嗎 豹龍那前面的腿很細耶 沒有 有出本的 他頭腿 有客人是這樣子講 因為我覺得無地自如的感覺 其實坦白講 我腿真的不是那種修長型的 我現在就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環境有關係 之前啊 我們都是做那個榻榻 那逐漸的夕陽式的文化導入日本之後呢 我相信就是我發現就是 現在的日本的女生身高比例 比較高的比較多 有一個就是睡覺 可以矯正腿型的方式就是 你睡覺的時候綁那個鬆緊帶 是 對 你就綁一下綁一下 那你的腿型你在睡覺的時候 它自然生長就會比較漂亮 讓它漂亮 比較直 小平妳綁過 對 因為我們中國人呢 中國女生的腿呢 就是很中規中矩 就是不像歐洲那個那麼修長 也沒有說比較短 也沒有說腿短 就是很中間 我們那個腿雖然沒有很修長 可是不管你出也好 細也好 都看起來就滿直的 就是蘿蔔腿什麼 歐型腿就比較油啦 但是不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個習俗 我們從小就像你剛剛才講 我們從小剛生下來 一生下來喔 就要綁腿 就用一個大概這麼寬的布袋 布的袋子 長的 五六公分寬的 然後你剛生下來的時候 就把腿從這邊 一直就兩條腿綁著一起 纏起來 像美人魚那樣 纏起來 纏到這邊 對 就不要綁很緊 就這樣綁 要綁一個月 滿月的時候 再把那個布袋拿下來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 不要說每天綁 一直到一天要放開解開 三次 讓小孩子活動那個筋骨 這樣綁一個月之後 老人家是這樣講的啦 就是說你的腿以後就會長 不會有蘿蔔腿什麼的 對不對 反正都有綁過 像我們家有三個小孩 包括在那裡 全部都有綁過 然後我女兒 剛生下來的時候 特別女孩子 我女兒一生下來 我媽月陽電話就過來 說要綁腿 一定要綁腿才會漂亮 怎樣怎樣 然後想說那就綁吧 綁了一個禮拜 阿嬤心疼就說 不要綁了怎樣怎樣 我們沒有綁 不要很好怎樣 就沒綁 其實剛出生的嬰兒 其實他們常會有些反射 我們不知道大家照顧小孩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們受到一些驚嚇 或什麼 他會有一些驚嚇反射 好像做噩夢這樣 對 所以驚嚇反射 對他們的感官刺激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說你把他綁起來 他這些反射變成沒有了 他等於是沒有訓練到他的肌肉 對小朋友其實有一點點不好 所以最近我們的新生兒的概念 我們會認為說綁就是綁中間 你不要把手腳都綁起來 你要讓他的手腳的發展正常 其實嚴謹的腳其實他的比例 跟他的那個粗細都很OK 但是小小的缺點是他有一點點 因為常常他喝醉就去撞到 沒有 出外景嘛 可能他的動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東方女性 現在除了要求長度 要求他的寬度跟他的比例 剩下就是膚質了 就是看他的皮膚有沒有白皙 摸一下... 注意喔 現在... 是不是 我跟你講 後面的兩個好適合 他怎麼服務我們 他是醫生 他是醫生 我...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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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誇張 好不耐喔你 可是我跟你講 小朋友有發現腳上有一個秘密 對 我現在請大家就是 主要是華人把襪子的腳 鞋脫下來看自己的腳丫子 腳丫子的小拇指 小指頭 最後一個腳指頭 你的腳指甲 對... 你有沒有像這樣有兩半 對不對 這個叫副指 副指 我有... 就是重複的副 副指 對 這個... 在中國第一個發現 有這個腳指的 他是...如果你有這個腳指 先高等答案 我有... 對... 你可能有古代 鮮卑族的血統 鮮卑 鮮卑族 那我... 對 因為什麼 因為在中國第一個發現 自己有... 就這樣的腳指的時候 是那個誰 唐太宗 他是自己發現 他突然有一天發現自己 我的腳指甲怎麼兩半的 他就很驚訝 因為有的人沒有嘛 然後他就派人到那個宮裡去 就偷偷調查說 你看看什麼人腳指頭 腳指甲會分成兩半 對 兩片 就分開了 結果宮中有一半的人 不管男女都有分開 連他媽媽也是 他自己的母后也是分開的 可是這些人有個共同的特點 都是鮮卑族 所以就是鮮卑族 是有這個血統的 然後經過幾千年的繁衍 就是大家互相結婚 就跟漢人也通婚了 什麼... 現在在中國各地 就是都有這種腳指 不一定是漢族 還是什麼... 已經混在一起了 這個鮮卑族 他是遊牧民族 所以他那個人的個性都很 然後長得就是 然後像我這樣的 額頭很軟韻的這樣 然後重點是 他們都是帥哥美女 對 其實這樣的指甲 你知道嗎 就是女生大部分擦指甲油 對 然後就很困難 就很困擾 就是他分開兩半擦 指甲油的時候很難擦 還好啦 沒有 你現在說那個光療 對 沒有 我可以講 我的特地就是指甲剪剪 把另外一半夾掉 會長出來 會長出來 一樣的 不會痛 可是就是沒辦法 我覺得不是很好 是 穿兩鞋也不好看 對 像這邊的人都從來沒有看過 沒有 對 因為歐洲決定沒有 因為這樣子的指甲 是從那個中亞開始 對 包括了阿富汗人 吉爾吉斯 烏茲別克 到中國的新疆 然後到東北 滿足那邊 滿足 欠一掛 然後你們整個五湖亂華 都有關係 智利現在很有名 在Santiago 有一個咖啡廳 他是買咖啡 他是早上九點半開門 賣咖啡 然後很多男生本來喜歡 去喝啤酒 他們不去了 他們就去這家咖啡廳 然後一進去有美女 然後你要點咖啡 然後點咖啡之後 你就要進去一個 一個那個吧台 是圓的 然後你就可以一邊 喝你的咖啡 一邊欣賞女生的腿 所以他們就是改掉了 這腿太長了吧 對 看了也沒辦法摸 想開一間 後來被智利開走 這家咖啡廳超有名 很多觀光客都去那邊 可是他在初喝咖啡 他沒辦法去摸 這是難欣賞 是 可是 JESICA韓國超愛喝咖啡的 可以考慮一下耶 太亂七八糟 就有很多這種酒吧 去酒吧就好 對 知道韓國腿部那個 腿部的整形也很厲害嗎 真的嗎 真的假的 而且有很多種類 很多種類 O型腿 O型腿也可以變直 這樣 這是手勢前 然後這是手勢後 可以變直 他滿直的耶 對啊 那不是 打斷了 這是蘿蔔腿 什麼 蘿蔔腿 這是手勢前 然後這是六個月以後 半年以後 對 然後這是最後 它變成這樣 對 肌肉分沒有 對啊 可以消除 對 然後就是 胖胖肉肉的腿 這差太多了吧 這個也變成這樣子 可以變瘦下來 這個還有效果耶 對啊 這個怎麼說 靜脈 靜脈虛張 對 這個也可以 手勢後腿 對 好厲害 現在韓國有 不用手術 不用打針的一個技巧 那怎麼辦 就是幫腿化妝的 這樣 很多明星們最近都用這樣 用化妝變成美腿 他們韓國的女生 非常注重 腿部的 的那個外觀 美觀 對 所以像剛剛說的O型腿 怎麼弄 對 真的多多少少 還是要做一些截骨手術 就是要把骨頭 還是要剪掉一些 骨頭會打斷嗎 可是每一次骨頭 還要生長回來 它會有不一樣耶 一次 一次它把那個骨頭 因為O型腿的話 其實在我們醫學的術語上 叫做頸骨內轉 就是說頸骨 就是我們的小腿骨 是 是 小腿骨它往外之後 它有點內轉 所以我們要把多餘的骨頭 把它修掉 然後修掉之後 再把那個角度轉回來 好可怕喔 但是那是傳統式的手術 其實新的一些手術 其實他們現在可以用一些 固定式的 就是用 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對 然後有的是用一些固定帶 這樣子 都可以 那個把腿打斷 然後變長高的那一種 對 這個也是很風行的 對 而且在中國大陸非常厲害 在俄羅斯 中國大陸 一些地方 他們都很流行這樣 對 它能不能拉長太多 通常我們都拉長五六公分 最多十公分 很多了 對 但是如果拉太多 我們有遇過案例是說 它的肌肉跟神經沒有跟著生長 也不知道 結果它那個腳就不能走 比較怕的這樣 因為它的神經沒有跟著它長 蘿蔔腿幾乎 我們要先分析說 它是 那假設是脂肪型 大部分就是用一些抽質手術 而且抽質手術好處是 我們抽出來 還可以順便去補 我們 就是我們希臘有一個漂亮的 腿的一個曲線圖 其實內側其實還要有一點點洞 比較好看 外側的曲線是這樣 些微的往外彎 內側的曲線是比較急一點點的 就是那個曲線要夠漂亮 其實我們泰國只在乎 大部分的泰國人 是只在乎說 比例它就隨便沒差 就是我沒白就好了 我的腿白就好了 今天那個曉飛說 拍照的時候 你腳很黑很噁心 我沒有 對不起 沒有 我就是拿下來的 對 沒有 沒有 沒有說很噁心 沒有說很噁心 因為這個每個國家 有經濟的腐色 那我不要那個 我整個是黑的 我穿一個襪子 都真不健康 我沒有說你很噁心 對不起 真的 有說黑我聽到了 對 我有說黑 沒事 巴蒂站在一起 我說 尼賴你跟巴蒂站了 我覺得你顯得很黑 對 就這樣 沒有 我想要謝謝 我趕快謝謝我買 沒有那個意思 妳不要 妳很進場 但是小蕙 妳對自己的腿 倒是非常的不滿意 對 我真的不喜歡你的腿 因為今年來 我們泰國很流行 就是抽籽 我真的很想抽 因為我覺得我的腿太大 那我就覺得 今天老師剛好來了 我就想說我要不要抽 來檢查一下 讓醫師評估一下 好 我們麻煩 所以他就這個地方 還好 他穿那個小蕙 好 反覆啦 反覆 好 醫生沒關係 其實是絕對可以抽啦 他是可以抽 他其實已經很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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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希望你跟他說 你不用抽籃 真的 因為你不會做人嗎 你 其實他這個抽出來量很少 抽出來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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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其實我很想抽 等一下你電話留給我好不好 目前其實台灣有分兩個趨勢 就是抽籍手術 跟非侵入式的手術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些是體外的 就是體外用超音波 或是用聚效的樣子 就睡脂的那一種嗎 對 它是體外 而且體外它這個其實已經經過 美國認可 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有的女生 她其實很害怕 她不敢做這個手術 因為手術畢竟要 有麻醉的風險 對啊 然後可能會傷到神經 傷到血管 有的人抽完 會有一些凹凸不平的狀況 就是護身 他們很 他沒有想要去抽籍 因為你知道他為什麼 要到前面去嗎 因為剛剛我們在講的過程當中 就說 然後我要去 就是給高醫師看一下 需不需要 那個時候高醫師一定會講出 應該晶晶需要的 對 好壞 我今天講到很壞 你講到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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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也是有鼻下脂肪 只是真的不多 了 可是醫生不是會凹凸不平嗎 對 就是說我們在大腿的某些部分 他的脂肪跟深層肌肉 凝結得比較緊的時候 我們把脂肪抽掉 他就會變成凹凸不平 所以這個需要找合格的醫師做 比較不會出現這些狀況 我可以問一下醫生 手臂可以抽嗎 手臂也可以抽 來 檢查一下 你抽一下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你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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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檢查一下需不需要 因為有時候手臂是肌肉 沒有 我是要有 不是 有些人是肌肉 沒有 沒有肌肉 我根本是廢的 我問一下晶晶 在日本有另外的方法 其實最近微整形很夯嘛 就從韓國過來 就覺得是一個理所當然的 那其實我上次回日本的時候 有個朋友 他也是做模特兒的 然後他就看到我的腿 說 你可以 他就說 你可以 可以做什麼 我說什麼 他說你打一針就好了 然後他不痛 他說一針打下去而已 打到腿就會瘦嗎 就是打到小腿 你要打很多針 不是一針 我也是很毒 一般人都要打很多針 基本上他是說 在日本是說 其實雞精不是一般人 對 恐龍罵 不要 不要 不是 你要打兩圈 基本上他維持不了很久 他這一種的話就是 一腿一針 一針日幣十五萬 當然要 要打兩條腿 日幣三十萬 來 金金金金金 來 這邊價格公道 價格公道 我跟你講 這是因為肉毒 肉毒感覺 對啦 假設是肌肉型的話 我們到外面小腿的肌肉肥大 是所謂的肥腸肌肥大 就這邊寫著肥腸肌 OK 那其實東方女生 其實肌肉型跟脂肪型都有 肌肉型的話 很好處理 打肉毒感迅速就可以 獲得很好的改善 那其實像台灣的價錢 就不用那麼多 我們一隻腳 大概兩萬塊錢台幣就好 超級多 就你朋友來台灣做啦 對 三分之一喔 飛機票都夠了 肉毒感性最大好處 他剛剛有提到 其實四到六個月之後 就恢復了 所以假如他打完 你覺得這個腿型 這個醫師打你不喜歡 半年後你可以找別的醫師 會恢復到你原本的樣子 那一定有自信 沒有 因為我覺得如果頭 腿 頭不是頭 腿的形狀上 他都不需要那麼多保養 擦一個一半的乳液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不放心 覺得皮膚髮髮就擦一點 緊實酸就好 因為我們引渡點氣比較熱 比較會穿涼鞋 就擦那個保養品以外 他膠一定會擦自在油 他說穿涼鞋如果擦膠 才會比較漂亮 可是我跟來台灣的時候 我擦指甲油 第二天我出來的時候 指甲油就不見了 為什麼 我老公全部幫我擦掉 我水澡的時候 我不曉得 為什麼 為什麼 他說在台灣那個 做一個特殊行業的在擦 哪有 才美錢 20年以前的時候 20年 後來那個... 因為我喜歡擦指甲油 我覺得這樣腳才比較漂亮 穿不管什麼 露腳的那個鞋子 後來那個時候他說 幾部都是穿那個保鞋 可是我裡面還是會擦指甲油 對不對 自己美就好了 那但是 小慧妳呢 妳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要保養妳的腿 我的膝蓋很多巴 因為以前我是籃球選手 小校隊 那因為很多跌倒都巴巴很... 到現在還是有 可是我就為了這個腿 我就特地就是偷偷的去買了一個 高級面膜 就魚片了好幾百塊 什麼 滿面膜 可是說那個紅色的 然後上面這是銀色的有一個號碼 對 什麼2 妳孵在這啊 2 孵兩片嘛 孵在這邊 可是我老公下班回來 他在進來房間的時候 他看到我 嚇到說 妳這腿怎麼了 就是他看成沙布 因為我受傷 受傷了 他就看到了就說 可是他走來看來就看到 他就看到盒子在旁邊 他就很生氣 他就非常生氣 他說 他就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奢華 這樣兩隻膝蓋 他的一個禮拜的便當都可以 吃他一個可以 真的 他就很生氣 他直接就把我的面膜 搶過去 給他麻油 對 像是先敷完臉之後 再會拿來自家 對 我覺得已經 這邊已經吸收走了 問一下白底 那妳怎麼保養妳的腿呢 我們 我覺得我們泛國人 不會特別保養 就是放奶油什麼的 可是不會做不自然的東西 我今天聽你們講話 覺得很恐怖 對啊 真的 因為人會這樣 然後如果要瘦的話 要把腿變美就會運動吧 譬如說有一種 階梯有氧 就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就腿會比較 肌肉會比較多 然後 腿會比較漂亮 可是我們法國人 都有 有受到Cocca Chanel的影響 然後它最有名的款式 就是 Little Black Dress 小黑衣 所以我們法國人 法國女生 每個女生的櫃子裡 都會有一個 一定有一件 比如說我有帶我的 在這邊 很簡單的 可是穿黑色就會感覺很... 很優雅 然後 出去玩可以穿 然後 都可以啊 在法國這個小黑衣 那麼少歡迎 也有原因 就是因為在法國 法國女生根本 不能穿褲子 穿褲子是違法 為什麼違法 女生自己穿褲子 真的 真的 在法國真的耶 1800年 就是下了一個法律說 女生不能穿褲子 等一下 因為 真的 那為什麼 因為我去上網一下 找一下原因 因為很奇怪嘛 他們說是因為那時候 擔心女生會搶到男上的工作 穿褲子都會去搶到男上的工作 可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應該不是這個原因 應該是因為 我們法國的意志要很色 就希望 希望... 希望來我們家啊 從書啊 可是就我們的屋頂 修那個崴片 都是穿褲子 比較...比較好吧 後來到1900年 這個法律 稍微寬鬆一點 OK 女生如果想要騎單車 或者騎馬 那時候還騎馬 可以申請一個 太多了 一直到現在都是 所以現在法國女生 在街上如果穿褲子 警察可能會來找她 問她 我看妳穿褲子 妳有虛可張嗎 對不對 太誇張了 白底妳聽到的故事是什麼 白底妳聽到的故事是什麼 我又聽... 我有聽過這個故事 可是是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法律嘛 說女生不能穿褲子 對 可是現在都美 我以為妳第一句講的會是 聽她在放屁 那實際的狀況 是這個法律 一直到去年真的有 一直到去年真的有 去年才取消 好耶 可是沒有再執行這個法律 對 她剛剛講到Coco選哪有 就是她第一個 勇敢的穿褲子 是 她是 她是 最後要問一下金金 我媽媽一直以來 最遺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我家人之前 沒有帶我去做腳步的那個 雷射的手術 那雷射什麼東西 因為我小的時候 小學的時候很淘氣 很愛在外面玩 然後自己就跟朋友一起玩 去爬樹 然後從樹上就掉下來了 那掉下來之後 腳就受傷 那受傷 當時小朋友 不敢跟爸爸媽媽講 然後就 喪事很快就惡化 就變成叫做蜂窩性 對 馬上就去看醫生 那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第一個建議是說 要截肢 要截肢 因為它已經就是 有潰爛的情形 有三個傷口 然後媽媽爸爸就 就帶著我走了 好多好多個大醫院 就是想辦法 就是想方設計 能把我這一隻腳 就是說給推 留下來 可以把它留下來 那是多大 小學三年的時候 對 然後我的腳恢復的 就是已經完全好 到小學五年 花了月兩年 十四天 對 高中的時候媽媽就要建議 她就說 我有已經幫你 就是存了一筆款項 因為畢竟是女生 因為腿這個 腿這個東西 是非常重要的 女孩子一定要穿裙子 是呢 夏天要穿涼鞋的 所以就是說 要帶我去做雷射 雖然當時很小 不過就是說 因為給爸爸媽媽造成的困擾 真的非常的大 那爸爸媽媽花了好 也花了很多的錢在上面 來保留我這隻腳 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在上面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 雖然有傷疤 不過我是覺得 當我看到這個傷疤的時候 就會想起那個時候 爸爸媽媽是多麼的辛苦 我是覺得說 對我來說是非常有 有意義的傷疤 那我是想說 我要把它保留下來 那當我認識我先生那時候 我也是花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才跟他告白說 其實我腳有傷疤 那我是花了很大的勇氣 畢竟有一些陰眼 不過很幸運的是 我先生竟然說 那然後咧 他完全不在乎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讓我很勇敢的 讓就是把這個傷疤 至今我是保留下來 是 一雙腿 帶進你走遍千山萬水 然後剛剛哲俊哥也跟我們講 在身體裡面 還隱藏了很多的密碼 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多講一些 是 希望大家繼續收看WTO姐 是的 也謝謝大家 今天八位美女 為我們帶來演服 謝謝大家 歡迎來訂閱我們 開啟雙鈴鐺 按這邊